美国通过适用于主权国家的所谓外国军事融资计划 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借任何民意以任何方式 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敦促美台军事实惠 感谢观看